來賭一天 有任務啊 其實我們這樣一個活動開始 當然林博士也有提到一些嘛 他在2006年他去高雄選高雄市場 他主要是為了推動他的理念 因為你選那個市場 沒有很多機會在這地方 或是在報紙上發表演說 或是甚至於在電子上 他可以講講一些他的理念嘛 所以他就講這個台灣的國際地位的這種情形 他說我們大家應該有這個認知嘛 所以這個是他開始推廣的一個活動 所以到今天為止我們在高雄南部屏東什麼 我們的支持者還是比較多嘛 因為林博士早年在那邊耕耘嘛 後來我們在做那個競選期間 我們就有弄一個訴訟 就有關美國這個弄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把這個台灣弄成這樣子 也是都是美國要負很大的責任 因為他把它打下來以後 後來就交給別人 然後沒有在積極在管理 所以這樣造成很多後面的悲劇 如果蔣介石沒有碰到那個共產黨的那種力量就算起 然後他們在1949年10月1號宣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怎麼開始啊 如果沒有碰到那種情形 那我想必定是這個台灣就會過戶給他們 但是因為他整個都變天了 所以就像說我請某一個莊先生 我要請他做什麼很重要的任務 他現在是某某銀行的董事長 他又是好幾個副輪社的這個重要人物 他又在什麼團體服務他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五年後我正式要移交這個任務給他 他已經被起訴了懦用公款 性騷擾他的員工 又是偷竊什麼東西 就是說他的名稱已經全部掃地嘛 那我可以主張我以前的承諾 我不要旅行因為事情都變了嘛 這個在法庭上是絕對站得住啊 我不需要遵守以前的那些我講的話 因為你自己本身你已經不是以前的人嘛對不對 你現在的你的情況都變了 所以他以前是所謂中國的一個總統 以後他不是啊他跑掉啦 你就不要跑掉你就 你才能你才能主張 所以就像中華民國現在一樣 中華民國要回到國際間的那種地位 那他必須回南京啊 所以你說什麼一國兩制或是 或是一國兩夫或是九二公式 那你先去南京開個辦公室嘛 你幾次都上去啊 要不然你講那個都是空的 你去做嘛 你去回去做嘛 對不對 啊不是光用講的 因為現在你看到的是 中國官員來台灣五星期都起來了 但是我們的官員 我們這個台灣的這個ROC官員 他去中國什麼時候 台灣這個中華民國其實什麼時候上去啊 沒有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很奇怪的現象 那林子盛在高雄我們就起訴 我們就說 欸其實美國的這個移民法他 他其實他對美國關下地 他大概是主要只有兩種耶 一種就是美國公民 一種是美國國民啊 所以 其實一個國家 他有那個 全世界都一樣 一個祖傳國家 他有一個 法律上有一個民宿 你不能搞 他的行為是超越 你可以搞的 但是有小數幾個例外的情形 有少數幾個例外的情形 那一個例外的情形就是說 你如果是美國國民非公民 而你認為你 你認為你全力被剝奪 那你可以 你可以告 所以 我們必須找個理由去告美國 我們理由實在很難找啊 而且他民宿對不對 你不能 你不能隨便講 很多人在台灣隨便講說 你這個開樓宣言把世界搞搞搞搞砸了 你這個第一命令第一號應該取消啊 就是蔣介石必須撤走啊什麼 蔣介石這些這些 這個不是可以告的 那個不是可以告的 而且那個明明是一個政治的決定 美國總統處理他的外交 他政治決定 他可以自己 他可以自己完全決定 他不需要聽別的 所以很多人在這裡很天真說 啊你告這個告那個 撤銷開樓宣言 撤銷第一班 明明第一號啊 撤銷三個公報 哪有可以告那個 不能告那個 我跟你講法院都不會生理他 直接把他撤回去 而且你繼續這樣搞的話 你律師還受罰欸 那個就沒有立場去告欸 所以我必須找個理由去告我們 研究了半天我們只有這種 比如說我們可以主張我們是國民非公民 然後台灣是美國佔領地 然後你應該給我們旅行政見 你誰保護總統 所以我們就告這種的 所以告告告告下去 到了最後就是法院就說 他一年一年多有地方法院的判決 再過好幾個月就有上訴法院的判決 啊這個法官就說 其實台灣到底國際地位目前看不出來 所以他是應該有這個美國總統跟國務卿 他們說清楚以後啊 我們比較好處理你這個case 所以他就在他的判決書就說 你美國國務卿總統應該把台灣 到底主權情形是怎麼樣 你應該要把它說清楚 因為他說台灣人確實是住在政治戀獄 他判決就說住在政治戀獄 就說沒有公認的政府 所以馬英九每天講他是台灣的政府 美國的判決馬上否決這個 沒有公認的政府啊 沒有公認的政府 然後他說台灣人是沒有國籍的 OK 所以這個就講得很清楚 你說中華民國是台灣的合法政府 在國際上不是啊 他是過來這裡接管 連在美國以前更早有判決1959年還是多少 也有說台灣是中華民國在管理 但是並不屬於中華民國境內領土 很多人包括那個美國學者 他在談台灣的時候 連那個法律判決都沒有提到 我記得這些人實在是他們的研究 非常的淺薄 他都不提到司法判決 最近有這個林博士 最近這兩年有林志森的這個判決 也是說得很清楚 台灣沒有公認的政府 台灣人是無國籍的 台灣人住在政治戀獄 這麼有殺傷力的這些東西 他們這些美國的學者 都沒有提到 更何況我們剛剛那個 6月16號的那個公聽會 他絲毫不提台灣地位的情形 或是台灣人的情形 他只有全部在講 我們要賣飛機給你對不對 我跟你講 那些州的如果是 如果是他的州是生產玉米 然後那個羊那個豬啊 他就會說我要賣豬肉給你 他就是要做生意嘛 所以他的州一定是生產那個飛機 或是生產那個飛機零件 或是相關的那個工廠嘛 所以他有興趣來賣這個給台灣的 那我們就是那個時候 開完那個聽證會以後 我們就覺得說 你要賣武器給我們 問題是 在台灣誰賣你的武器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你不承認 那你怎麼可以賣給你 你不承認的 再來中華民國在台灣爭兵 他在這裡沒有祖傳怎麼爭兵啊 所以我覺得說 你要賣武器給一個體系 這個體系有爭兵 但是在國際法上 他沒有法律依據可以爭兵 我說這個是團團矛盾 所以我們又請洛杉磯的一個團體 就按照這個論點就發個函給林博士 我們再把這個函轉給美國相關單位 十幾個單位 國防部啊 國務院啊 還有法務部啊 還有總統還有很多 我們就是不斷的在給他這個資料 他收到這個資料有的單位還會 因為他有人在台灣他還會跟林 林志生的還會聯絡說 我們那邊我主管有收到你這個信 所以他們知道 所以我們不斷的給他們這個資料 而且現在很重要是因為好像 二三月的時候 有可能有一個跨部會的一個研究台灣的一個小組 他有成立嘛 所以他以前沒有 那我們從好幾個人的嘴巴 好幾個在美國人的口中我們聽到說 他們確實有成立這個研究台灣的一個小組 以前沒有 因為為什麼我們會 你什麼消息都要籌政 什麼消息不是說一個人講的就算數 你必須籌政 這也是回到美國的基本精神 籌政 所以美國把這個消息告訴林志生以後 我們又打聽 因為我們美國有很多人支持這個論述 他們是台橋對不對 啊他們的兒女在美國長大 他有時會中文 他有時會台語 他有時會英文 所以他們這些人被 那個就是畢業以後 他們有的被徵召 要到那個美國政府去做 來研究東南亞議題嘛 就是被徵召過去嘛 那後來有的 有的就接觸到這個消息 就發覺美國確實在找 台灣研究小組的成員 所以甚至有一兩個進去嘛 有一兩個進去 那當然基於他的資權 他不會有什麼秘密消息 他不會有什麼秘密消息給我們 但是他會告訴我們確實這個組織在運作 所以我們現在不斷的發函過去 就給他們很多研究的材料嘛 不斷的告訴他們說 台灣的正確情形是什麼樣 就像我早上提到的 我們既然那個美國 美國的那個在台協會的主席 不是就在台灣的主席 是就在美國的那個在台協會的主席 跟蔡英文27號碰面 蔡英文就說我們這個組織 在煽動大家不要投票 他很不高興 所以我們得到這個消息 也是美國官員告訴我們這個消息 我們馬上也就發函給他就是說 你不高興什麼 你才是私職來跟蔡英文說要參加一個什麼 你國家不承認一個政府體系的一個什麼選舉 而這個選舉是在一個 你國家不承認一個國家的一個 不承認的憲法之下的一個 不承認的一個選罷法在舉行的 你請問主席先生你在做什麼對不對 我們直接這樣把它打個信過去 就像開個大砲過去 所以我們不斷的溝通 我覺得這些人頭腦有問題 對不對 既然美國說你也不能參加什麼 雙世界的什麼活動 既然你也不能參加 中國民國正式的什麼慶典 既然你跟他們碰面 也不能在你辦公室碰面 也不能提到中國民國的什麼東西 也不能接受他的任何 有這個車輪牌的那個 會張的什麼禮物 你既然國務院有發佈這麼多的政策 那你怎麼可以鼓勵人家參加這個選舉啊 亂七八糟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一方面我們也會繼續 繼續做我們的轟炸這個動作 學信過去 OK 所以這個是談我們這一部分的策略 那 上一次我們那個林博士有這個訴訟啊 訴訟確實有一些結果 不過你看在美國的那個台橋團體 也有很多團體好像把這個訴訟案也是視而不見 對不對 他繼續唱他們的他們的 台橋也在唱中華民國歌吧 他們都在唱那個要選舉 要搶回政權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樣 沒有用嘛 阿扁說八年就做不到什麼也做不到什麼 其實我 在我們 在我們家就是那個時候 在我們家在台北就是我家就鬧得很僵嘛 因為 所以 最早的時候 2000年了嘛 2000年 2000年 就是說他開始競選的時候 嗯 就是 已經競選已經起跑 1999嘛 1999這個 宋 勞宋跟那個阿扁都已經在競選 後來是大地震有沒有 因為我們本來就要去南部 那個時候阿扁的家是開的 誰都可以去啊 那個時候他住在那個 台南那個鄉下的那個小巷子裡面 啊我們就 我們 我太太 有時候跑一些農會的案子 她做農會的一個小顧問 啊我們就去台灣 台南的那個什麼官田啊 啊她認識當地什麼 農會的一個離世啊 她說欸我們去阿扁家 她說好啊 等一下就去啊 後來我們在吃飯啊什麼那些東西 那些人在談一談 她就說欸 我們不是要去阿扁家 急什麼 要去等一下就去嘛 那對他們來說要去阿扁家沒什麼 啊後來我們就過去啊 然後就坐在那裡跟他 跟他媽媽在聊天 啊你看他媽媽的眼睛啊 啊就是阿扁的眼睛一模一樣 就看看喔這樣 欸對然後他那邊 他媽媽好像不是字 他桌子上 有一本阿扁的那個 照片集啊 他就給我們看 這是我兒子 我說我們知道啊 我們都知道 啊所以我們跟他聊天 啊後來 歌以後那個選舉 那停掉嘛 然後因為921嘛 他們停止 選舉活動停一段時間嘛 但是因為我更早的時候 呃 我更早的時候我是 當然就是說台灣人的 本地的一些 心裡的感觸我不是很了解呀 我早年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常常 因為早年有個新聞局局長姓宋啊 啊我跟他是好朋友 他常常請我去什麼 大會啊去做翻譯嘛 他請我去翻譯啊 然後請我吃飯什麼的 所以我我常常有機會跟老宋 他用進進進出出啊 啊有什麼集會酒會 有時候我去他也在啊 我們都聊天啊 我跟他這朋友啊 啊我 我 啊其實他開始競選的時候 他也叫我過去啊 啊過去做他們什麼顧問啊 啊然後我就 我就常常去他那裡嘛 啊我太太是台灣人嗎 太太好討厭啊 你每天跟宋曲在一起好討厭啊 我說那你阿扁那個鄉下小子沒有國際官啊 對不對 那沒有國際官 這個這個才危險啊 因為你講什麼他都停不進去 然後那個鄉下有那種傲氣啊 這個不好啊 所以後來我 我隔了幾年我太太才承認啊 阿扁那個那個 太窮 然後又變成有錢 這種人心裡非常不平衡 所以不好跟他們溝通 但是我覺得跟宋曲溝通很好溝通啊 對不對 我我早年就是那個經驗 所以我們家裡以前就是 我支持老宋啊 我太太支持阿扁 在阿扁那個2000年的時候啊 所以後來 後來我 開始研究這個台灣國際地位 然後 那個時候差不多2000年 2000年那個時候我才開始研究嘛 阿扁當選以後啊 因錯養差我接受到一些人在研究這個 我就投入研究這個 然後 後來我就看到整個歷史文化 這個很不好啊 我就開始覺得喔老宋不好啊 然後我太太就看阿扁這樣做這樣做 我太太就覺得喔阿扁不好啊 所以我們家至少可以 可以融合對不對 阿扁不好老宋也不好什麼都不要 所以我們至少解決這個問題 啊 然後我我研究那個幾年 然後幾年後有人家給我介紹 嗯 就是說我我研究的東西 我常常就寄給那個李登輝嘛 啊後來就是李登輝 所以在機會酒會上有一天碰到那個林博士就跟他說 喔林博士說要研究台灣的國際地位 他說阿那你跟那個何先生聯絡好了 所以他就跟我聯絡 我們一起開始研究 所以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差不多20042005嘛 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就一起在研究這個話題嘛 我前面倒是算出來了說台灣的台灣的國際地位是什麼 所以後來就說林博士大的高雄就起那個數 那後來我們發覺 欸其實起數也是一個好的途徑 因為你看那個時候我們每次有個文件 我們每次有個文件我們送一個文件到法庭的時候 打變狀什麼的 其實那個文件都會廣為流傳美國行政單位 他們都會看 那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啟發嘛 因為要不然你想你講什麼誰理你對不對 誰理你誰看你的主張嘛 沒有人在看 所以你經過這樣一個法律一個訴訟活動 其實我們那個聲音有傳到最高的那些人的耳邊 還有他的眼睛看到我們的訴訟狀 還有他們裡面 所以現在網路如果你會講 其實我們大便狀什麼都在國務院的那個 國務院網站的那個 他都有掛在那裡 他都有掛在那裡 所以那要不然哪一個人寫一個 論文有掛在國務院的網站 但是他們很重視這個訴訟的這種程序啊 所以我們那些東西都出來了 所以我們覺得說 其實告也是很好 所以一年多以前 我們我們我們又推動一個訴訟就是 就是我們說基於這個這個臨時聲告美國這個判決 我們台灣人無國籍啊 土生土長台灣人無國籍 所以我們又推一個訴訟 就是申請這個無國籍的律行證件 那那個現在還在審核 那個還在審核我們進入比較最後的那個訴訟程序 我們律師說 可能下個月八月的時候 可能差不多國務院要做一個答覆 如果不滿意的話 我們再繼續那個訴訟那個 所以我們是各方面在推 我們還沒有開始到那個文件的那個來回 因為還在前面的那個協調的那個階段 但是如果進入那個文件的來回 經過法官去那個安排 那又是一個高峰 所以我們我們又再推動 那現在我們還要我們還要推動就是說 他這個佔領旗 他這個美國國旗 就是我們剛剛唱的美國國歌 Star Spangled Banner 他這個他是一個像一個很大的標語 所以他有現在有五十個星星了 十三條 十三條就是最早十三個殖民地 五十個星星現在五十軸 海外領土不算 我們現在要推動說 這個在台協會 台北高雄還有內湖路 不是內湖的那個金湖路 我們要推動他一定要升那個佔領旗 跟那個美國Star Spangled Banner 的那個五十星期嘛 所以我們現在在推動這個 也已經開始跟律師在密集那個商量 我們要在近期內提出那個訴訟 因為你有美國人在這裡認職嘛 那九星山和平條約明明 是你的佔領地嘛 所以你應該升國籍 為什麼不升國籍 啊台灣人都不了解 台灣的政治狀況 這個說不過去 也算是你國防部的人實質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推動這個 所以 嗯 其實你 訴訟跟前情是不一樣的 You know 前情是 他可以不理你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台灣 很多人去前情那個政府機關 我 因為 我以前 在 我們組織一個 一個 一個非正式的一個會 一個會 叫做YGPAYL YGPAYL協會 我們 去立法院去跑 那個 移民法 我們移民法 有他一些地方 他開始炒泥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地方 要他改嘛 所以我們開始跑立法院 喔 跑立法院 一兩年 啊 我們常常碰到那個立委 啊 桌子上 滿坑滿谷是那個陳情書啊 哇賽 人家 寫好多喔 那寫有時間看 這真是奇怪 啊 最後他丟給一個什麼 國二的學生 或是高級的學生 啊 你看一下有沒有什麼 啊 那個學生翻一翻 嗯 好像沒什麼 其實他看懂了沒有 不知道欸 好像沒什麼 啊 那就 給他回個信說 我們列入參考 我們會好好研究 那這個還不是都空的 寫那麼多 所以 那些問題如果可以的話 你最好 還是用告的 因為你沒有 你沒有進入那個 來往的那個 正式的文件 有的人叫不需要 不需要給你什麼 很認真的回答 有的人什麼事情都是 前請這個 前請那個 好像沒有 沒有想清楚 有時候這個 是不是真的是解決的方案 當然政府機關有時候 效率不是很高 所以這個也是 也是很麻煩 所以我們 我們做的這些 那我們前面那個訴訟 後面我們還有這個 就是 申請 這個 那個 無國籍旅行證件 嘛 那這兩個 比起來 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 申請那個 無國籍證件 是基於 美國那個判決 他的說 台灣人沒有國籍 所以你這個 我跟你講這個 你跑不掉嘛 你自己的法院 說的 我沒有國籍 那 聯絡國的人權宣言說 每一個人要有國籍 所以 起碼 那 起碼我退一步 想 那每一個人的旅行證件 起碼是一個 祝川國家所合法的 那是我們最低要求嘛 對不對 你既然你法院 不能認可 我們是美國 國民非公民 你 你法官認為 我就是沒有 足夠的依據 在做這個認可 那 我們退 退一步 我起碼你美國 你美國造成台灣 今天的這個狀況 那 你起碼要給我 無國籍旅行證件嘛 所以這個是我們現在 爭取的地方 不過就是 坦白講 這是速途同歸啊 因為如果我們拿到 無國籍的旅行證件 就是類似這樣的 那 遲早有一天 我們還是會反過來 再告他一次 因為我說 聯絡國人權宣言有保障 每個人有國籍的權利嘛 所以你美國 發給我一個 無國籍的旅行證件 那謝謝你 但是我還是要告你 我的國籍在哪裡 欸 所以我的國籍在哪裡 我告訴你 回到林志森的那個案子 還是要 美國國民非公民啊 還是會回到那裡啊 要不然回到哪裡去啊 沒有地方回嘛 美國的移民法就這樣子啊 所以我們 證明我們剛開始那個訴訟 我們的分析太太深 太徹底 太高超 他們看不懂 那沒有辦法啊 實在我給你保證 有一天會回到那裡 因爲什麼 其實菲律賓 菲律賓當初是美國國民非公民 他是這樣 他是菲律賓公民 他是美國國民非公民 啊這個什麼意思嗎 當然他在菲律賓 他可以投票 他可以做他 該做的事情有關 他有公民權 買賣 maybe土地 或是買房子 什麼公民總是會有 他的相關規定 那外國人有 有不同的規定嘛 那對美國來講 他是國民 就是在那個大體系裡面 但是 他不是公民 就不能在美國總統選舉 參議院選舉 國會議員參舉 或是任何一個州選舉 他不能投票嘛 就是這個意思嘛 那 再來他們當初在 反正菲律賓你知道大概1946年 他 他就 他那個時候就獨立了嘛 戰爭結束差不多一年後 他就獨立了嘛 不過美國是給他一個計畫 美國在1934年 給他11年獨立計畫 他必須完成什麼步驟什麼步驟 給他一個計畫 他完成那些步驟 美國就宣布菲律賓獨立 OK 是美國宣布的 不是菲律賓宣布的 所以 但是我要講的是 美國對菲律賓那個時候 他也有移民的限制 你美國國民非國民 你美國的聯邦選舉不能投票 參議院 國會議員 任何州選舉 你不能投票 OK這個理所當然嘛 你沒有住在美國本土嘛 這個講得通嘛 但是接下來 後來美國連那個移民限制 我一年給你多少名額 他都有限制 然後你到美國去就業也有限制 什麼都有限制 那 既然你可以做這樣的規範 那 你給他做美國國民非公民 你美國也不吃虧嘛 也其實在某一方面 那就是把他當作另外一種外國耶 對不對 其實你也沒有吃虧嘛 你也沒有什麼特別吃虧啊 並不是說這個人 到美國落地就可以馬上申請公民權 沒有耶 所以你美國其實國民非公民 對你來說也沒什麼問題耶 這個都是思考的問題啊 OK 所以將來當然我們會 我們會繼續往這一方面推 但是 中間我們就 我們就搞一個 無國籍的旅行政見 現在我們要先發身份證 啊 身份證的構想是說 美國想同意就是說 你拿這個叫在台協會 啊如果那邊寫一個TW 就是台灣 那本土台灣人 那你就 你就可以不要面談 你就可以有個簽證去美國 那就很方便啊 因為我們就說 你知道 不是每一個人可以通過這個面談 有的時候 有時候他不喜歡你那個樣子 我有一次我 我看一部電影 我一次跟這個美國人和這個台灣人 我看一部電影 結果他們在那個電影 他排的是越南有沒有 然後 但是就是還是亞洲嘛 啊那個美軍就到一個村霜 啊結果那些人就 因為他要找到有沒有那個匪諜什麼總統 啊叫那些人出來排隊有沒有 那個當地的那個越南的 啊他們排隊在那裡 啊看這些人 啊又一個人的臉就一直 啊後來看這些人誰有懷疑誰有懷疑 啊那個美軍說 我們把這個給牆壁好不好 啊那個人 啊那個人 這個看起來怪怪的 好拿出來 好拍在這裡 好你在這裡 啪 啊結果那個我們電影院 所有的台灣人說 為什麼要殺他 啊所有的美國人說 那個人應該槍斃耶 我們都是看那個樣子就是不喜歡啊 就是很主觀但是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那這麼嚴重的事情就是 美國人就是認為這種樣子 我就是要把牆壁 那更何況你回到在台協會 那進去的時候 那他看你他很主觀的去看你 我就是不喜歡那個感覺 我就不給你簽證 我不給你通過嘛 面談我不喜歡 要不然就變成你談話他不喜歡 他隨便他不喜歡嘛 你講的太不確定 你講的太那個 或是他聽不懂 以前我們有 我們有部系班 我面談很多那個 應徵英文老師 他們在講什麼很多我聽不懂 我不知道他爸爸是現在在 這個什麼政府機關做事 還是以前 還是應徵未來 還是他爸爸已經過世我都搞不清楚 他的時態亂七八糟耶 美國很重視這個 所以你講話你認為很清楚 對方也聽不懂 那乾脆不給你過嘛 對不對 他不給你過 因為他搞不清楚你在講什麼 對不對 還有有的人就是自己的情形 都完全講不清楚 或是什麼什麼 所以你知道在台灣有一些公司 他就是做那個什麼移民輔導 或是甚至於簽證輔導耶 他做那個簽證輔導 每天他就收集那些case 比如說他去了 他申請美國簽證通過了 他就問他說 他找個秘書來問他說 他問什麼你打什麼 問什麼打什麼 那個蔡先生就說 他問我家裡有什麼窮物 我就說三隻貓啊 他就說什麼顏色 我說一個黑兩個白啊 他又問我什麼 姐姐做什麼 說姐姐是開飛機的 對不對 然後我說 問我有沒有什麼親戚跟基督在一起 還有一個阿姨啊 她是勞工舉退休的 那我就這個資料如何自保啊 然後我就 等到下午在開課 我在輔導人家 拿那個簽證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他問你有什麼寵物啊 你就說三隻貓啊 因為今天早上有個三隻貓的都通過了 所以這個今天很零啊 一個黑的兩個白的 我問你有沒有別人住在一起 就說一個阿姨是勞工舉退休的 我問你這個這個 這個是一個模式 今天早上的模式 我們剛剛有問到 這是莫名其妙啊 這個不是一個模式啊 這個是剛好他的情形啊 那個人喜歡他的態度 那個人喜歡他的談吐 我跟他過來 這絕對不是一個模式 但是很多這個台灣的公司 他們這個看成一個模式 對不對 你說是笑話 我告訴你這個不是笑話 你台灣的律師在做同一個事情 台灣的律師解釋 像那個 台灣的律師做同一個事情 你說像前水扁好了 前水扁做什麼 海洋什麼什麼律師 他們怎麼做海洋的律師 你知道怎麼做嗎 他們就 他們就去找 因為他們都是有關那個 貨物的那些那些問題嘛 他們就去找十幾二十個case 然後他把分析那個成功的案子出來 這個發生什麼發生什麼發生什麼 發生什麼 這個把它逆成一個模式 然後如果你是開了很大的傳物公司 你有什麼問題 現在要申請賠償 你去跟他講的時候 他在那裡乖乖聽 你以為他在聽你詳細說 不是 他在聽你講的那些 他在想 我可以套入哪一個模式 第五個模式 第六個模式 第三個模式 所以他問你問題 你那個船有沒有經過Dubai 你說這個跟什麼有關係 但是他有一個case 那個船經過Dubai 後來訴訟贏了 所以他認為Dubai是一個關鍵 對不對 很多事情是這樣 台灣的律師是用這個思考 那個 那個 離婚也是一樣 離婚跟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貓咪的故事也差不多 他就是講一些 奇奇怪怪的那個女孩子 訴訟成功了 他裡面case有什麼樣的一個 他先生推他三次 後來法官說可以離婚 因為台灣的離婚跟美國一些就不一樣 台灣是要有原因的 美國很多州是不需要原因的 你說我要離 啊當然各有利弊啊 但是anyway 台灣的律師為了你這個結婚 他必須發明很多 很多理由 來說服法官跟你離婚啊 所以他就在講 成功的case裡面有什麼奇奇怪怪的情形 他就給你套上去 OK 所以這個有時候 美國人跟這個台灣人的思考完全不一樣 就像我以前 我太太在那個農委會 她說有時候 她要偷農委會的案子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去研究那個什麼投標的 那個整套那個 後來那個有課程 她就說那你去 去上 因為有個 有個台灣有那個 審核那個投標的整個程序 我去上那個的時候 連有的時候在 最後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他有一個題庫 題庫非常龐大 那他就把那些問題拿出來 他說 我們可以 他有幾本書可以帶到考場 還有你自己的筆記也可以帶到考場 結果有一個學員給我一套筆記 他那個筆記就是 他有分 就是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就是說你這個問題有幾個字 你進去這邊 對不對 那你問題裡面有十二個字 你就進去十二個看 是不是這個人 他後面有寫yes no 到底是 是要回答是 或者不是 或是如果 沒有碰到在裡面這個問題 他會說 這個十二個字的題目 yes的有 那個 歷史題庫有 百分之六十六是 yes 有百分之 三十幾是no 所以你就按照這個比例來投 你看 多麼滑稽 美國人不會這樣準備考試 台灣很多人準備考試 我兒子說像那個 他看他在國民小學的時候 學生就用一個筆 如果有選字題 有四題 或是五題 他就轉個筆 就這樣 哪一個就選 哪一個就選 他說你美國學校做這個 老師會把你考卷沒收了 這個不是考試的方法 所以你看美國人做事情 跟這裡做事情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他做的一些 一些都是要精確 都是要用頭腦 而且對那個水術 也是要有一份尊敬 對不對 也是要有一份尊敬 不是這樣隨便 隨便亂來 或是 還有 甚至於那個 美國學校 我兒子上了一個美國學校 他在看 你是不是敲襲別人的功課 他說台灣的學校從來不看 你只要交賺就可以了 他從來不看 那你看這個對智慧財產傳 有什麼樣的影響 有什麼樣的影響 他說美國學校 你敲襲別人的那個是很大的罪 你必須自己做 所以我想將來這個教育也會有 會有很大的改革 這個有很大的改革空間 人家的這個idea必須改變 那同樣你說像學校你說那工科太多一個人做不完 那回到教育部 你要減量啊 你必須減量一個小孩子幾年級 他有多少時間是運動 多少時間是自己時間 多少時間睡覺 什麼這些這些你下去 你的工科必須能做多少 你不能超過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就是一樣嘛 那個美國學校的就說 歷史課本 噢噢噢噢十分鐘我學完了 今天的課學完了 為什麼 台灣的學生 歷史課本 我我學了三個小時還沒有學完 資料太多啊 你需要選那麼多嗎 哪一個雇主要你選那個 你未來要不要就業 那你選那個幹什麼 對不對 沒有人敢問這個問題 同樣的跟我早上講的 如果我去開會跟教育界的那些人開會 很快就被趕出去啊 呵呵 因為我告訴他們很坦白 你選這個幹什麼 哪一個雇主要學生知道這個東西 這個有什麼用 對不對 你不了解我們的 NO 我是因為超級了解 所以我再提這個問題 OK 這也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OK 所以 你可以了解 我們先從一些這個訴訟我們去推動 那以後當然我們也是希望可以從 教育和其他的地方 將來台灣 台灣現在有多大的商機 如果將來我們這個論述 一旦落實 那所有的歷史課本是不是要重印 啊你六法全書要重印 等於圖書館 三分之以上的書要重買 哇 你現在可以投 那個投入出版界 將來有很大的 很大的商機對不對 就是我們跟他們講 所以台灣經濟馬上就會 馬上就會蓬勃發展 對不對 但是我們不贊成 我們不贊成有什麼激烈的運動 什麼消速什麼那個不要 你了不起退還給出版商說 你改啊 退還給他說 你改的這個不正確啊 你改啊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 推動的一個方式 OK 所以這個 基本上 我們現在 最 轟轟烈烈的一個動作 也是最會傳到美國去 國會議員 國會議員 沒有注意到我們的訴訟 但是將來我想他會注意到我們的 法身份證 他必須面對這個 因為這個等於是對 現有體制的一個挑戰嘛 而且如果美國的移民單位 承認這個可以 免 面談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這個在網路上 我消息會傳出去嘛 啊 旅行社會說 欸不錯 你拿了這一張 你就去美國很容易過啊 所以你趕快去申請啊 這個消息擋不住嘛 到時候那個 國會議員問說 這個在搞什麼 必須問國務院 國務院必須答覆 所以這個是我們 我們能說 喬到更高的一個level 我們希望可以用這個 可以成功 所以必須有大家的支持 然後到時候你們也努力申請嘛 然後你叫你朋友來申請 我們早一點 一大批人都是在用這個身份證 ok 好那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 我想要補充幾句了齁 我每一次 聽何瑞人演講齁 我都很有收穫 我實在在這裡已經連續坐高階了 我每天都在一個地方 從第一階 一直到第八階這樣 24天都在這裡 今天我聽了兩點鐘 我感覺很exciting exciting就是很興奮 很豐富 我都仔細跟他說的要點 都記錄起來 我的女兒是在訪法律研究所 我旺立一定要來參加這個 大鑽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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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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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夏令營齁 他講的東西齁 我對美國 比較得了解 我在美國擲八年 雖然說我已經 比其他的立法省 比較不一樣 我很喜歡塞車到處去看國所在的人的建設 跟他的農民跟他的生理人接觸 去做一些公庫以外的工作 的事情 我盡量去了解美國的狀況 但是如果他這樣說 我沒辦法完全掌握那個狀況 實在他講的東西 深入淺出 讓我們台灣人聽到 我們台灣在中華民國統治之下 實在是亂七八糟 亂有章法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們在座各位同心 同志 盡量鼓勵我們的子女 來這裡參加這個華東 我們七月八月這個中間 這個有三次的下令營 古中醫生都要來 這東西給我們孩子 孩子很好的啟發 很好的啟發 所以 我覺得他講得真對 美國小孩大學生 收割吃雞是五門戶而已 我在大學教授的時候 我問說 你們為什麼公庫都做不好 老師我很忙 我十門戶啊 十門戶啊 十門戶是要讀 都讀一個皮毛而已 那像我是 我教經濟方面的財經方面 那像是在高相的庫頂啊 這孩子就不好啊 本來出來是沒有那個能力啊 理論不好 實務也不知道 都讀那個毛路用的什麼 所以說我們實在想 很容易時間 我們年輕人在台灣 收那個大學教育 不管是 收學 中學 大學教育 都很多時間的浪費 我非常幸福 我沒有辦法 我的孩子 以前去美國留學 所以 痛斥 腐衰 就是說 我們教育要體育來改變 來改極 不可以 踩到中國文化那裡 沒有用的東西 我是做一個保障 給大家了解 希望大家 跟我們下一代 都來聽他們演講 請他們來 懲罰這個夏令營 來聽他們演講 這樣會脫胎反骨 官僚要專辯 讓你的孩子 更進步 所以 我們在這裡再給他 掌聲鼓勵 掌聲給他 學路 學路說 他對我們 啟發和貢獻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好 起立 一陣 敬禮 請坐 我們這個 12點 就開始用餐 有豐富的這個中餐 希望大家慢慢享用